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孟学 今天的主题是景丁宿舍群 位在台北市的金华街杭州南路一带 这边是少数日式宿舍群非常集中的区域 也是城市回忆重要的叙述者 但是赵授先约我在隔壁同时骑新建 但修复已经完成的景景丁 要我体会修复前后的差异有多大 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在这样日式风情的房子边喝茶 特别有感觉 好像穿越时空 这个房子就跟景丁是类似的 大家都应该好好的把房子修好 都可以在里面很有情绪的喝茶 那我可以看一下景丁修复之前的样子吗 当然啊 我带你去 好 这里就是景丁吗 跟刚刚也太不一样了吧 保存的状况好像不是很好 这个房子几乎全倒了 还好剩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残疾 这是屋架 看到上面那根很大的木头吗 看到了 那个木头中间有一个地方断掉 有没有 那是一个日本式的一个特殊瞬间 第二个你看它虽然倒 但是呢它有很多历史的讯号 你看到那个很多洞吗 那个柱子上面非常多的洞 嗯 那个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笋头 就是一根木头 这样子两插进去 就知道以前的木料 以前的构建是什么 所以那个笋头的孔 我们就会知道它当初用什么样的笋头 在我看来 当初这个颗笋的降溢啊 水准蛮高的 哇 没想到竟然可以透过磕笋 笋头 木头建构的方式 就可以判断一个建筑的用途 还有为了谁而建造 还有为了让谁使用 这些这么多的讯息啊 那可是这些感觉都被破坏得很严重 真的可以被保留吗 这片残墙 我准备旧的木料 尽量保留 然后我再把坏掉的部分再接上去 用传统的笋结 接上去有这样做一个玻璃面 让大家看 那这边像那一栋 也是很多残疾 你看那个柱子 那个笋结 一看 我就认为那个是高级的木料 那个应该是台块 这个也是圆帽 你看它那个墙壁里面 竹木的编毒的这个酱液 在那个里面 然后你再看那个架出来的那个木头 有没有 那个雨坯 那出来那个笋结 那一扇 很珍贵的门扇 你看它破破烂烂 它是圆帽 那如果看不出圆帽的话 要怎么考究呢 就是要从它的倒掉的东西 看地上的这些 这个墙壁的那个基础 在哪里 你要判断 那个位置 柱位在哪里 将来你修回去 柱子不能乱移 柱子一定要修得准确的位置 格局 准确的格局 传统的工法 传统的匠义 那么这样修回去以后 这个空间 历史的那个氛围 才能出现 所以古迪宝城 原貌在线 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目的不是把房子盖好 是把过去 上市的历史的讯号 还有人文的价值 空间的情境 重现 这个才是古迪宝城的意义 听完了徐教授 对修复文化资产的看法 才了解到 原来要把一栋老房子 从毁损的状态 修复为原貌 是一件这么不容易的事 你必须观察 把每个细节还有残疾 思考它背后代表的意义 修复文化资产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紧盯之后的样子吧